两年内出售法派屋获利335万 房地合一税竟然为零 房地合一税的税基来自于出售房地时的成交价 扣减相关的成本与费用后 再扣减土地涨价总数额 土地涨价总数额 若是非常可观 房地合一税的税基就会变成零或负数 土地涨价总数额 虽然是土地增值税的税基 却是房地合一税的减除项 土地税法第30条 第一项第五款是法派屋土地 以转限值的从低条款 会让土地涨价总数额变得非常可观 土地派定价小于当年度土地公告限值 以土地派定价 作为本次移转申报限值 土地派定价1080万 第一当年度土地公告限值1443万 高就以1080万 第一作为此次移转的申报限值 113年3月份出售 公告限值为1502万 土地派定价1080万 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为1119万 土地涨价总数额为1502万 减1119万等于383万 20%的土地增值税为76.7万元 出售房地获利335万 扣减必要的成本费用 115万扣减土地涨价总数额383万 出售房地的所得额为负数 房地合一税为0 等同于用20%的土地增值税 换取45%的房地合一税 可以拥有最多25%的结税效果 这就是买卖 法派房地能够节省税负的优点